下面 這題是要告訴你配容易該怎麼配 就是我們預計要給各位做實驗的時候你要注意的事情 要配置0.1大M的氫氧化鈉下列合者正確 他說要放幾磨他要放幾公克你可以去算 你可以用算的算出來他需要幾磨幾公克 0.1大M一公升所以需要0.1磨 0.1磨就是4公克 所以你需要4公克你需要0.1磨 那麼做法上該怎麼做呢 你要配成一公升一大M 0.1大M就需要0.1磨就需要4公克 那做的時候怎麼做 做的時候 不是你要配一公升的容易就直接加一公升的水 不是 因為這樣子泡出來的容易就不見得是一公升 通常都不會是一公升 不會是一公升 所以你應該要怎麼做 你應該比如說你要最後要一公升 你就先加800毫升 然後讓他喇喇也溶解掉 溶完之後再往裡面加加加加 加水加到一公升 所以就是 我需要4公克 我拿4公克 先加部分的水 把它全部溶掉以後 再往上面加加加加加到我需要的部分 我需要的量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這個做法就是我請你做實驗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 這題 該怎麼辦 硫酸銅晶體 那個 0.5H2O是說 硫酸銅身邊帶了5個結晶水 所以那個結晶水也要算到分子量裡面 所以那個結晶水 5H2O也要算到分子量裡面 請問你我怎樣做是對的 請問你我如何做是對的 好 就是我們跟剛才講的法一樣 有些一看就知道不對了 就不用選了 有些一看就知道不對就不用選 請問你 他應該是什麼做法勒 剛才已經有跟各位講過了 他的正確的操作步驟是什麼 這位叫做 25 你選出 請坐 一大M一公升就表示我需要一磨 然後根據我算的分子量 我說過那個5H2O也要算到分子量裡面 算出來是 250 所以他就算250克 所以我總共需要硫酸銅250克 然後呢 所以 配成一大M 配成一公升需要一磨 250克的硫酸銅晶體 然後呢就拿起來 先加水喇喇 然後把它全部融掉 再加水加到一公升 不可以直接加水加一公升 那麼我們體積的結果就不再是一公升了 所以要先融解 再把它加到一公升 所以答案選出 所以答案選出 這又是我們的實驗的正確的操作步驟 請你要注意 我請你做實驗的時候也請你要注意 這樣配容易才對 OK